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z 今天的餐廳開箱很特別喔 不是大家吃午餐或晚餐 而是要吃早餐 沒錯 Find Dining早餐 你沒吃過了吧 今天我們來到位於 松江南京的彭卓法式餐廳 要來體驗一下 由陳藍書主廚設計的精緻早餐喔 現在就跟我走進去吧 Le Bonjour 彭卓 好 這是彭卓餐廳的經理 威納迪亞 你好 好 這個是彭卓餐廳的經理 威納迪亞 你好 這個嗎 好漂亮喔 冷翡翠大理石 這個 牆壁好漂亮喔 一千多片喔 對 對 所以包廠的客人就在這邊等候聊天 對 然後我們才會把他們在旁邊 然後我們帶客人進去住 然後我們在去 喔 喔 電梯來了 電梯也有細節 對對對 像這些壁紙其實都是從林大廉進口進來的 然後我們也很貼心在這個地方 我們包廠的真皮 然後我們有那種很冰冷的林壽 這裡是一個比較像的林壽 喔 OK 然後這邊有販售一些調味料 是 然後呢 是這裡有一些三明治 JST康福茶我朋友 嗨 發現你了 這個如果住在旁邊 會很開心耶 有這樣子的鄰居 喔 剛剛參觀完整間餐廳 非常漂亮喔 這個設計的細節太豐富 菜講究了 今天我是要來吃一隻早餐啦 不過呢 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餐廳裡面還充滿了 吃下午茶的貴婦們 沒有錯 因為今天拍攝時間 剛好他們白天很忙喔 早餐到午餐都已經客滿了 所以我約到的時間是下午時段 不過呢 我還是要來帶大家 先體驗早餐的部分 然後之後有機會 我會再回來拍 午餐跟晚餐喔 全天候飯店的概念 再介紹給大家 今天來彭卓吃他的早餐套餐 一個人680塊 還有單點的兩種口味的薄餅 各式480元喔 那你會說這樣的價錢 到底貴不貴呢 乍看之下好像很貴 尤其是跟目前網路上查詢到的 內湖知名早午餐 兩人份950的價錢比起來呢 確實這裡是貴上很多 但是我覺得這裡的格調完全不一樣 很值得花一點點錢來享受 那早餐呢 其實已經是他相當便宜的選項 那這邊還有下午茶 那當然有午晚餐喔 那以早餐來說 680的這個價錢 可以品嘗到有果汁湯 然後沙拉熟過麵包 還有早餐必備的雞蛋喔 跟水果還有茶或咖啡 這是一個比較屬於歐陸早餐的概念 那這樣子的價格 在這樣的環境享用 我覺得是相當OK的 那早餐套餐裡面 富含了三種果汁 我選了胡蘿蔔蔬菜汁喔 一定來囉 來喝一下 我們來喝一下我們的 沉香 是一個2010年的 雲季手朴的作品 然後他又進行了一個 跟老陳皮做了一個燜泡 在彭酌還提供了 用茶製作的Mocktail 就是一種五酒精的調飲 那這一杯呢 用上的是2010年的手朴 然後和老陳皮一起熬煮 另外還加上了糖水 我覺得這個很有冬天溫暖的感覺 它真的有仙草的感覺 算是冰的 可是有一種溫潤的感覺 而且感覺滿能潤喉的 廁所 啊 廁所也是美美美 剛剛在電梯裡面看到的Beach 義大利來的 好啦 我要上廁所了 大家掰掰 這邊是小米的小辣椒 這道是一個 紐西蘭古王鮭魚溫沙拉 裡面搭配了栗子南瓜 青椒淋薯 還有一些像櫻桃、葡萄 跟鹽脂果的洋蔥 然後下方領上是一個 紅蔥香草油脫醬 還有一個 法式成青雞高湯 這個沙拉真的挺有誠意的 蔬菜量滿多的 然後還用上了鮭魚 那另外呢 這個雞熱澄清湯呢 非常燙喔 其實你一拿起杯子的邊緣 就是覺得很燙熟喔 那這個熱度非常好 我喜歡 吃一下主角 紐西蘭國王鮭 畢子南瓜煎過 就有一種炙桃的香氣 那生菜葉本身也都很新鮮很爽脆 這個湯還是非常燙 但是呢今天天氣非常冷 所以這個熱熱的湯趕快 早餐的主角炒蛋終於來了 使用的是有機土雞蛋 然後呢法式炒蛋的方式喔 可以看到它就像是醬汁一樣 看起來就很creamy 軟嫩 歐洲人吃早餐一定要有麵包 法國人尤其需要有可頌喔 那我這邊 除了可頌還選擇了古物吐司 因為我覺得稍微健康一點 那搭配了芒果果醬 跟柏底野手工奶也有齁 終於又要吃今天的主角 法式炒蛋了 看看這個軟嫩嫩滑嫩嫩的狀態 充滿奶油的香氣 然後鹹度呢也稍微比較強烈一點點喔 這跟一般我們習慣的家庭炒蛋是不一樣的 那炒蛋呢其實也很講究廚師的基本功 基本上啊法國廚師在應徵的時候啊 很容易被烤炒蛋或者是omlet 這個歐姆蛋這樣子的蛋料的技巧 就可以看出這個廚師它的基本功 扎不扎實 那有關法式炒蛋 你可以看到它的狀態是很嫩很滑 甚至像液體而不像炒熟的蛋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法式炒蛋的精髓 它是用很小的火 然後密集的攪拌它才能夠造就這種質地 還有就是蛋汁裡面是加了鮮奶油 跟奶油而且呢用量不能太少 才能有這麼creamy的口感喔 所以這種法式炒蛋呢 跟我們一般習慣的炒蛋是不一樣的 絕對不會炒到已經都老掉乾掉 然後咬在嘴巴裡面是很紮實的口感不會 幾乎就像是醬汁啊 或者是像濃一點的粥啊 或者是像是泥這樣子的感覺喔 這個才是法式炒蛋正確的做法 彩色番茄好像有微微烤過 你咬下去的口感是很嫩 然後有一點加熱過的那一種 已經有點軟化的感覺 麵包還是熱燙燙的 而且呢這看起來表面就很酥脆 很酥脆的聲音 酥脆喔很酥脆喔 可愛 芒果那種酸甜的香氣 跟香草這種很甜美的甜味 其實很大耶 你基本上這就是一個continental breakfast的概念 嗚嗚 continental breakfast 基本上就是有蛋 那這邊除了是炒蛋 然後有麵包 有果汁 加上前面簡單的湯跟沙拉 構成一個套餐 那之後還有水果 我們的套餐最後一個水果 就是日本的麝香葡萄 好啦 我們的歐陸早餐最後還有水果囉 這個是日本的麝香葡萄 應該已經是寂寞了啦 歡迎準備是早餐的紅茶 那今天 這製成的呢 是我們的阿里桑的小夜紅 紅桌發飾餐廳幕後的推手是寶元季 寶元季是誰呢 是台灣邪王寶城集團的董作 蔡奇健 和他的兒子蔡明倫所創辦的 那蔡奇健在退休之後啊 就醉心於餐飲 而且他本身是一個茶的大藏家 非常懂茶 那也希望把茶的熱情分享給大家哦 所以陸陸續續在創建不同的 跟茶有關的餐飲品牌 那彭卓呢 就是其中之一 籌備了兩年 特別邀請了陳蘭書主廚 來作為廚藝顧問 那另外一個大重點就是這裡的茶了 所以剛剛可以看到菜單上茶 是一個重點 像我的早餐套餐裡面啊 也有三種茶可以選 那我選擇的是 這個阿里山的小夜紅茶 由專業的試茶師所泡的哦 那可以喝得出他的一些花香 還有果乾香 然後我覺得這個杯子選得非常好 他這個舊口的角度 嗯 再喝一口 他這個茶湯是非常滑順的滑進去 你的舌頭的表面跟喉嚨 非常的舒服 哦 單點的薄餅 在蓬桌的同時還有單點的薄餅哦 它就是布列塔尼薄餅 Galette 這個Galette呢 通常就是鹹的可麗餅啊 那用蕎麥麵粉來製作哦 那在這個大的鐵板上面 把它煎成這樣子的薄餅 然後裡面再包入餡料 那這邊包的餡料呢 這個 鮭魚跟櫛瓜口味的 我覺得很清爽 那裡面調味的主體 它其實是希臘優格 再結合了北海道奶油 所以這個優格本身的酸味跟鮮味呢 就是讓整個味覺非常的清爽 那這個薄餅啊 單吃不好吃 所以一定要結合 這個選擇的食物 味覺上是很優雅細膩又爽口的 然後視覺上也很漂亮 不過我覺得唯一有一點點可惜的地方是 這個薄餅已經不脆了 那它包入了大量的希臘優格嘛 所以我們這個優格本身的濕潤度 會讓這個餅皮變濕 剛剛在這邊還巧遇一個我的粉絲 在這裡再跟你打一次招呼 謝謝你的支持 然後就是應該是平常也很愛吃 fine dining的客人 果然也來到這裡 而且比我還早來 所以這裡的 all day fine dining的概念 我覺得真的定位的相當好 這是什麼茶 這款的話是金達摩的生普爾茶 那它是我們董長自己的獨家收藏之外 然後董長的話它有參與像是煎製 然後跟選料 很特別是它帶有點青梅的香氣唷 然後這個像是聞香菲造型的梅子 然後您可以先品嘗一下它的香氣 趕快在這裡享用 好 謝謝 已經聞到了耶 青梅的香氣 它的香氣其實蠻明亮的 真的有一種梅子的感覺 有一點點燻香 然後也是有木質調比較深層的風味在裡面 但是很順口 而且茶湯的顏色其實也是比較明亮的 好好吃 第二款薄餅 一比一火腿的口味 上桌啦 這是一款熱的薄餅 所以已經可以聞到香氣 有香氣 有香氣比較明顯 讓大家看一下 裡面有炒蛋 搭配的一比一火腿呢 是西班牙知名品牌 Poselito的熟成48個月的火腿 這個包餅本身呢 是不是要脆 其實這種做法的話 它也不是脆的 它其實是柔軟的餅皮 但這也是一款 比較適合在冬天享用的火餅 它有炒過的蘑菇 炒過的蘑菇 也有風乾的蘑菇 所以蘑菇就會給你一種 秋冬的土壤氣息 溫暖的感覺 那再搭配一比一火腿 也是比較渾厚 濃郁 吃到最後還會有一種 堅果的香氣 那都是給你 比較秋冬的感覺 好的 那這次的 飯大零早餐開箱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路了 我已經把 這菜單上面的所有品項都吃到了 那這邊雖然還有一個手工麵包欄 不過其實在套餐裡面 就已經有兩種麵包供應了 所以差不多意思啦 那這個套餐呢 我個人覺得 以680塊的價格呢 是很精緻的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個空間 所以我覺得 用這個價格享受早餐 然後在這個空間裡面 慢慢的休息 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然後呢 這個單點的薄餅呢 我覺得也是很實在的 有兩種口味喔 一冷一熱 那搭配茶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那你覺得 這樣子的早餐內容貴嗎? 你會來吃嗎? 都歡迎留言跟我分享囉 那今天的 fine dining早餐 就開箱到這裡了 下一次我還會來吃它的 午餐跟晚餐 到時候有什麼新的感想 再跟大家報告囉 那最後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